7號颱風現在緯度跟我們一樣高 你就不要擔心它 我們要擔心的是 6號颱風啊 當它偏回到東海之後呢 西南季風的水氣就會被它拖了上去 就有一波水氣開始要進來了 有時候來得又大又急 這大到你就會發現到 連馬路的水都會激起來 切記哦 這兩天半的時間 我們真的要小心了 卡弩颱風走後 一個台灣呈現了兩個世界 北部連兩天都是炎熱高溫 氣溫不斷創下新高紀錄 但中南部卻是雷雨或大耗雨不斷 尤其山區還發生土石崩落情況 不過這樣的天氣狀況 從7號晚上可能開始就會有所轉變 而改變的原因 居然還是跟卡弩颱風有關係 嗨,所有中式新聞網的朋友大家好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快要中暑了 真的真的真的快中暑了 不過這句話如果對南部的人來說 真的真的雨怎麼一直在下 因為最重要我們西南風吹了進來之後 南北天氣大不同 好,那我們就來講一講這個禮拜的天氣 大家看到那個媒體 尤其這些新媒體 每天吵著那個什麼7號颱風 差點連三話都罵出來 7號颱風現在緯度跟我們一樣高 它現在是個熱地壓 再來呢變成颱風 它往哪裡走 往日本東京走 你住在東京嗎 你如果住東京的話那你就會擔心它 你若不是住東京就不要擔心它 我們要擔心的是別的東西了 擔心什麼 擔心6號颱風啊 你去瞧 擔心6號颱風幹嘛 6號颱風不是已經到了普山 往那個韓國的方向走 沒錯 就是它往韓國方向走 它如果往韓國方向走 我們真的要小心了 因為啊 在上禮拜的時候呢 你可以注意到 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十二這個降雨啊 它在我們的東北邊的時候呢 反而使得桃園新竹降雨多 還包含苗栗 然後到了禮拜天的時候呢 南部山區的降雨狀況明顯 因為最重要它往北走到了燕眉島附近 現在又從燕眉島開始要往西邊偏過來了 當它偏回到東海之後呢 西南季風的水氣就會被它拖了上去 大家還記得吧 我之前氣象有講到 夏天颱風叫做九 九再寫一遍給你看 那個九的尾巴就是西南氣流啦 當然也就我們氣象上面 所謂的西南季風 在這個禮拜的天氣狀況來說 我們十二就是受到西南季風的影響 北部的風乾燥的風也是西南季風 所以熱到爆熱到半死 熱到你快動不掉 可是呢你過了鳥裡以南之後呢 風還是乾燥 過了這個雲林以南之後 風開始變濕了 到了嘉義以南之後呢 變得更濕 到了南高坪三個地方 剛好地形跟風場 成一個垂直的作用 這個垂直作用 今天的時候風剛好從巴士海峽過 因為台灣還比較偏東 當明天的時候 它過了燕眉島 開始又往那個黃海跟東海走的時候 大家注意囉 因為水氣開始又打到了 我們南台灣的南高坪三個地方 我們現在在錄製西鄉是禮拜一的下午 那到了禮拜一的傍晚的時候 就有一波水氣開始要進來了 接著呢 禮拜二十二有水氣 這個雨不是一直下 有時候來的又大又急 這大到你就會發現到 連馬路的水都會激起來 南高坪三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當然對於水庫來說 好處是有蓄水 但缺點是水太多到時候要變淹水 這一點呢更要特別小心 那你問我說 那這個季風影響到什麼時候 這個季風影響 我們要等到這個颱風 進到了韓國王北走 到了金正恩那邊之後 我們的水氣發展量 那才會有機會減少 所以也就是說時間點 切記哦 星期三的晚上開始 星期四到星期五 這兩天半的時間 要特別注意 就是南高坪三個地方了 因為水氣拉上來之後 甚至在禮拜四到禮拜五 連北部的天空當中 雲層多 不過北部的話呢 雖然雲層多飄點雨 那這個雨啊 會讓你好處是高溫下降 那這樣的降雨狀況 你問我說到什麼時候結束 等這個颱風到了金正恩那邊去之後呢 已經減弱成低壓 到了高緯度 我們的風向開始改變之後呢 那相對的這個狀況 就會逐漸緩和 時間點到了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週休假期哦 整個中部以北 仍然又回到高溫炎熱的天氣 南台灣呢 十二又有點短暫雨 所以降雨狀況到了 禮拜六以後開始又減少 那你問我說那七號台呢 七號台干我們什麼事啊 七號台還有八號台 九號台 切記一件事情 後面還有二十個颱風等著你 二十個為什麼 一般來說一個夏天 在我們的西太平洋 大概生成數量二十四到二十六吧 那現在台第六個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你慢慢數還有二十個 所以呢 聽那些人在碰轟啊 那不如聽我們的氣象 這講的至少比較實在一點 就跟你講後面還有二十個 但來不來又是一回事囉 躲定忠實新聞網 告訴你最真實的天氣狀況